就在桃园国际机场上午7点多钟 一名担任飞机舱内清洁工作男子 疑似因为是站在两辆货车之间搬运货物 但没有注意到货车滑动了 当场被困在两车之间 那么目前男子已经被送医治疗 而行警方面介入调查要厘清照须责任